据巴黎人报6日报道 巴黎警察局政委大队近日收到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6月提交的一份报告 报告中称 爱丽舍公七件艺术品失窃 包括木质 桃质 铜质雕塑等 价值数千欧元 令警方震惊的并非涉案价值 而是失窃地点在爱丽舍公及其外围建筑 事实上 法国早前已发现数以千计的国有资产从总统府 总理府 国民议会 参议院 市政厅 使领馆 博物馆等地不翼而非 国家审计法院发布一份惊人的报告后 法国于1997年成立国家艺术收藏委员会对此进行专门管理 根据该委员会的统计 相关失窃物品超过5万件 仅爱丽舍公失窃物品就有上千件 由于缺乏准确文件或记录保存不善 其中很大一部分物品被认为难以找回 另一方面 很多艺术品的消失并非因为管理不善 而是被盗 国家艺术收藏委员会主席让菲利普瓦基亚表示 截至2018年底 相关机构已就艺术品不见提出2300起失窃投诉 其中爱丽舍公提出的投诉有87项 总理府马提尼温公自2015年以来提出的投诉约有60项 目前有900起薪投诉正在处理中 将于下月提交 让菲利普瓦基亚强调 只有得到失窃品的完整信息 才会发起投诉 让菲利普瓦基亚表示 很多艺术品已经失窃多年 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警方往往更关注那些价值巨大的物品和案件 这些失窃品价值数万欧元 或许并非杰作 但具有重要的纪念价值 他同时哀叹 这些艺术品显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 2000年之前 我们有许多政府员工离开机构时顺手牵羊拿走一些纪念品 据悉 失窃物品也包括灯具 餐具等 其中一些稍后会出现在二手网站被转售 类似事件在法国地方政府也屡见不鲜 洛泽二省曾曝出一位行政长官将棺底内收藏的路易十六 拿破仑三世物品据为己有 上卢瓦二省曾有一位副省长拿走所在政府内的衣服化作 代之以燕品挂在原处 事件曝光后被判刑两年 国家艺术收藏委员会方面表示 自从建立了贵重物品清单 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少 失踪物品的数量逐年下降 例如在爱丽舍宫 现在每年都会进行检查 每五年进行一次普查 每当新官上任接管了办公室 必须签署一份贵重物品清单 并在离开时核对 让菲利普瓦基亚说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